透過一種溝通 不需要去透過一種說服 沒有這種過程 叢林法則了 力大則勝 我就有人比較多 不然你要怎樣 我就是要應用過 不然你要怎樣 全世界的民主國家 有幾個國家是在 異常動用警察局 這個其實不多啦 幾乎沒有 其實不多啦 而且動用警察局 我覺得你看像這個東西 每一個東西 以後是 為什麼 你們剛剛其實 你們沒有聽清楚 林中生講的 是不是一個案子 它是服務貿易協力 兩岸互設辦事處 這都分屬不同的案子 總共六項協議還要在講 所以這些案子 未來在立法院 也就是簡單講 我事先不用跟人民溝通 產業你該死的就去死吧 我也不需要評估報告 談判過程裡面各位試想 我們的政府連談判的報告 連所謂的專門的 這個專家學者研究報告都沒有 去到現場你要怎麼談 人家跟你講說開放這個 還沒有談就先跟人家講 那六項全部都沒有問題 都沒有問題嘛 你想我嘛 一行一行跟你換得多東西 你就一次都躺給人 人家叫你躺外套 你連內套都躺 是啊 談判每年節就有經驗 我們一定先想好 我們要在什麼 不然去到那裡講的時候 不然我這行認定 想談判每年節就有經驗 他可能我心裡有 你整個公司做行李要談判 沒有啦 我有失敗的經驗 我失敗的經驗 真的我有失敗經驗 非常厲害啊 我以後都不把我通道 沒有 我的意思就是說 應該是這樣 這樣才是符合成績 你都沒做嘛 所以沒做 你現在還在 還沒說你就跟報紙說 我一定來過 唯一一種可能性就是 以後都不需要溝通 不需要說服 什麼都不需要 反正我行政 我馬英九說過 過了之後來立法院 你敢反對是 警察立法院抓走 其實接下來會有一個發展 就是服務貿易協議看起來的發展 其實是要逐條審查 這個已經跑不掉了 你們會堅持 王金平的答應 草野都共識了 然後立法院的答應 是要逐條審查 可是這個逐條審查 我跟大家講 如果是逐條審查 那絕對犯案 從簽 應該會 照目前我們知道的內容來看 對 全世界都會說 說台灣是沒生人 他們自己政府 去跟人請的合議 中國也會大做文章 好 接下來也會影響其他 接下來在六條協議 而且會接下來影響其他國家 跟我們簽的任何 不會 不會有其他國家跟我們簽 因為中國都不同意 對 因為中國它是有目的 他說我這麼好的協議 你們怎麼不答應 他將來都不會對台灣這麼好過 奇怪 現在緊張要死 那目的我想是統一 那所以接下來 馬英九如果搞不定這個事情 中國到底會怎麼處理 你講對了 因為所有的底線都叫今年年底 他今天所有談的這些問題 都要在今年年底處理完 不然呢 可是現在都看 因為中秋已經過了 眼看處理不完 兩岸互設辦事處 是不是今年年底要做 然後服務貿易協定 簽完的貨品貿易協定 也是今年年底要做的 然後和平協議 他也排了一個旗程 他的旗程今天通通往後延 都跳票了 那因為為什麼要到今年 因為明年變數更大 七合一的選舉 那個七合一的選舉 後來所產生的政治變化 選贏選輸 到底那個翻轉 還有多少實力 都讓他非常的焦慮 這個焦慮的過程當中 所以王金平是不是 第一個大石頭 恐怕也是 外面都說有滅亡 但沒有計畫 對啦 要不然做成 不會做得這麼容易 你知道嗎 只想滅亡 完全沒計畫 完全沒計畫 才搞成這樣 所以這個串聯 其實是可能的 這個焦慮 現在剛剛看到 包括王金平在講那件事情 中國的手直接伸進來 非常粗暴的伸進來 所以那個壓力 不管是這裡的壓力 跟中國大陸的壓力 都非常清楚的 掐著台灣的兩個脖子 一個碼在這邊的一個壓力 還有中國大陸王金平承認 那個壓力掐著台灣脖子 我認為福茂協議的可能性 越來越小 因為大家覺得說 那今天是怎樣 所有人都決定 馬要決定這樣 那中國大陸的手又 掐著我脖子要我同意 通通不可能 問題出來了 馬英九搞不定 所以中國會砍馬英九 還是要繼續保護馬英九 我覺得中國會保護馬英九 而且中國會幫馬英九 去處理台灣的立法委員 我所認識的立委 不要以為不可能 他不是在出立什麼意思 沒有啦 出立嘛 對 但是因為 先聽議員 我所認識的立委 跟中國方面的 不管是各個軌道 其實互動都還相當的密切 我覺得如果中國這麼在意的話 他當然會出手幫他馬英九 馬英九當然也知道 他現在的情況對不對 因為他靠媒體要掌控 馬英九是阿斗 搞不定 馬英九面對 訪問他的 已經是很親近他的媒體人了 他問他說 你的民調支持度這麼低 你要怎麼辦 他說民意支持度高或低 我當然不是不在意 但是太在意的話 大概什麼事都不能做 這句話反過來解釋 因為當年馬英九在納利豐災的時候 我不會因為我的民調低 而不做事 對 當年的馬英九不是這樣 他在納利豐災的時候 民調一下掉很多的時候 他接受訪問 我記得很清楚 當時他第一句話就是說 我的民調掉了這麼多 我付出了政治代價 所以我要如何做 他如果還是當年那個所謂的馬英九 我兩公斤讓他就不會這麼講了 你去棄署馬英九多年來接受訪問 他什麼時候開始說 我不在意民調高低了 那已經到剛必自用了嘛 對 因為你的作為民眾不支持你 忘記他是一個握手都要按馬表的人啊 他是最在乎這個的啊 對不對 沒有 沒任 那個時候的馬英九還要選連任 現在沒有 現在的馬英九沒有任何包袱 那些都丟啦 對 他不需要在乎民調 現在我請問你啊 民調9.2跟民調3.2對馬英九來講 有什麼差別 民調也是一樣 都是個位數他有什麼差別 發生死豬不怕滾水燙啊 我也不連任啊 他現在念之在之的 是他的所謂的歷史定位 11%的總統用這種粗暴的手段 這個消滅王金平 9%的總統 這就是我一直懷疑的 就是他很可能鋌而走險 是啊 他接下來的台灣的兩年 還有兩年多嘛 他的任期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動盪期 人有向陽性格啊 哪邊有溫暖 要往哪邊去啊 來 我們先休息 他那麼認真做事 還不給他溫暖 接下來 向日口 多浪費 好 那麼我想問一下尾翰 這個有報紙講 馬英九身邊不是沒有人發現問題 也一直可能出現了政治危機 可是有事者 都不敢向馬英九利劍 而馬在鷹派核心的幕僚 包圍下誤導 做出錯誤的決策 所以大家幕僚 眼睜睜看著馬英九壯強 而無能為力 這樣還能當幕僚 昨天國民黨中朝的李德維 就在臉書上面就寫說 拜託嘛 團隊也太弱了吧 到現在還在講這個 馬總統的論述是什麼說 我之所以有些次會 這樣子大是大非 是為了無權無事的年輕人 他說 如果你今天是無權無事的年輕人 譬如說這個玉美人 你年輕二十幾歲而已 然後又漂亮 結果遇到了壞老闆 你講的是事實啊 可是壞老闆很壞 所以壞老闆認識有權有事人 會打電話 你就無妄了嘛 所以我要為這種 剛入社會年輕人身上爭議 可是 那你的論述有問題啊 那對那些被市長 saving的警察 你怎麼沒有 被那些被立委要求 要6300萬的廠商 你怎麼沒有管 你有工作嘛 對不對 然後被那些議員講說 你要包這個雙子信 你就要怎麼樣的 你怎麼都不生氣 也沒處理 那所以這邏輯是錯誤的嘛 我們看年輕人買不買單 好不好 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第一問你這個 你叫王金平是誰啊 王金平 他 是誰 不知道 他就是 議員 議員 是誰 他是 議員 呃 院長 哪一個院員的院長 快隊 行政院嘛 不知道 他是現在行政院院長 反正是一個行政官員就對了 他比較正式而已 知道 知道 他是 是 立法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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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知道立法院長怎麼選出來的嗎 嗯 嗯 知道 是 是民選嗎 民選嗎 人民選 大家繼續選 投票 是誰投票 人民投票 還是立法委員投票 那個 馬英九主任 總統 立委選還之後立委投票 決定 立法院院選 立法委員互選 你知不知道 馬英九跟王金平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我就不想說 這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就原本好像兩個是一起的吧 然後後來就講他的事情 然後兩個就分離了 呃 關說 關說吧 馬英九覺得王金平拖累他了 王金平 對對對 他把王金平開了嗎 馬英九把他用 用下來 呃 好像馬英九有 錄到王金平 關說還是怎麼樣 不會看新聞 柯建平的案子 是需要上市的 然後王金平又 起到這件事 馬英九覺得他關說 那你覺得這次的事件 你會比較支持誰 王金平還馬英九 馬英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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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為什麼 對 對 關說就是一個 我比較想支持馬英九 為什麼 因為 本來 他都是 馬英九就是做他對的事情 不好說 我覺得 這個 本身這個做法好像有點不光彩 但是這個事情 其實也是 壞事情 所以 如果要是能通過這種方法 能把這種壞人揪出來 這也是個辦法 那你覺得馬英九錯在哪 呃 我覺得他錯在 可能整個程序上做的不是很好吧 他也許 他想做是也許對的 當然也許他的做法 就會讓大家 支持他 我都不支持他 沒有他 對 我有機會 為什麼 因為 他很可憐 你覺得他可憐點在哪 其實他沒有關 他 我覺得那個不算關心 所以關心一下 王金平 王金平 為什麼 感覺身上就很多 不然說 還能很難 如果這樣 要說下來的話 應該很多 很多應該都 該說不然這樣 王金平 金平 應該是王金平 王金平 為什麼 應該是王金平 王金平 為什麼 感覺他好像是無福的 王金平 王金平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馬英九站還沒有找到 任何政治線 就只說 我 你知道王金平 疑似幫忙 官縮的人叫什麼名字嗎 我忘記名字 不太清楚 就不知道 什麼 陳建銘 柯文哲 柯文哲 柯文哲是誰 你覺得你可以接受 對的嗎 作為民主國家這種事情 應該 不應該出現 都可以 大部分的人都會管說 柯文哲 柯文哲 為什麼 都會做錯 柯文 不願求 柯文哲 柯文哲 甚當 可以啊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金融市長也 有關照 馬允酒 當總統這段時間 你覺得你快樂嗎 其實我 沒有到不快樂 可以 還滿快樂的 純粹你覺得 生活快樂嗎 我覺得還可以啊 其實 普通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沒有特別的感覺 不快樂 為什麼 就是不快樂 我覺得 它比較軟一點 軟一點啊 比較軟一點 呃 好像它不快樂 不快樂 為什麼 因為它就有點爽爪了 不快樂 不快樂 為什麼 我感受到被壓榨 不算很快樂吧 不算很快樂 為什麼 因為 物價還是比較高啊 不快樂 不快樂 為什麼 一直走 不快樂 壞 因為負面新聞很多啊 而且大家都在說 事業率很高 找不到工作 那你覺得最近有什麼事情 比政爭還要重要 就比馬王這件事情還要更重要 呃 應該 沒什麼吧 哈哈 還好而已 沒有 沒有喔 真的沒有嗎 真的沒有 都賣新發 很多啊 好 例如 世界經濟啊 美國敘利亞啊 國際的事情 到底有沒有開放 那都不能考慮 敘利亞那一場 國外發生了大事啊 你說國際之間 國內政黨之間 我覺得可以不用抱重的事 欸 幹嘛 柯建民一直寫文章 一直出來開記者會啊 不是啦 柯文哲最無辜啦 從頭到尾不算他的事 對啊 就 其實很多人是根本不曉得世界 最近很多人常常講 王金平 柯建民 講他會變成王建民 不是 我講一個 不是 就是年輕人 其實對這件事情的關心程度 並不是 沒有很大 反正那個山西人 跟一個15歲的 對… 那個小孩還滿清楚的 其實杜邊的取樣是會有不同地區 有不同差別 如果你今天出去台大 是…